今天我们来制作一款焦糖慕斯 大家看一下这是它的成品图 我们在制作一款产品之前 首先需要了解它的组成部分 大家看一下这是它的切面图 它分别是由巧合力脆层作为饼底 中间夹心部分是卡士达酱和我们的百鲜果夹心 最后用焦糖慕斯主体把它们衔接在一起 表面是巧合力和里面装饰 这样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 好那我们首先从巧合力脆层开始进行制作 大家看一下这是制作巧合力脆层所需要的材料 取出称好重量的牛奶巧克力 用微波炉把它融化成液态 然后向里面加入称好重量的可可百里薄脆 烤熟的杏仁片把所有材料混合拌匀 大家看一下让材料表面都沾上巧克力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倒入我们准备好的切木组中 切木组的大小要比我们的木丝圈略微小一点点 这里边选择牛奶巧克力的目的也是为了综合口感 压平整之后我们把它放到一旁自然凝固 接下来我们再来制作百鲜果夹心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这是制作所需要的配方 取出操作盆 在操作盆中加入称好重量的百香果果容 加入称好重量的砂糖 倒入鸡蛋的部分 这里边提示大家鸡蛋有两个部分 分别是蛋黄和全蛋 然后我们电磁炉小火加热 边加热边搅拌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鸡蛋杀菌 同时让所有材料融合在一起 给百香果有一个脱酸的过程 煮到粘稠有很多泡沫产生 大家看一下边缘的位置烫熟 在70到82度之间 这个时候我们离开火源 然后取过冰水泡软的吉利丁 加入到里面去 再加入配方中称好重量的黄油 用打蛋器搅散搅匀 最终搅拌均匀的状态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把它倒入我们准备好的切模组中 切模组要包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冷冻 然后我们再来制作卡士达酱的部分 在操作盆中加入称好重量的蛋黄 砂糖 这里边有两份砂糖 是等重量的 我们取出一份就好 再加入称好重量的玉米淀粉 然后用打蛋器把它搅打到发白 大家看一下 放到一旁备用 接下来取出平底锅 在平底锅中倒入称好重量的牛奶 再加入我们的第二部分砂糖 然后电磁炉 加热 把牛奶煮开 煮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用到打蛋器 搅拌牛奶 防止把牛奶煮糊掉 煮开之后 我们关掉电磁炉 把煮开的牛奶 冲入到我们之前准备好的蛋黄的部分里面去 边冲入边快速搅拌 防止把鸡蛋的部分烫熟烫结块 搅拌均匀之后 然后我们再次把材料倒入平底锅中 回火加热 边加热边不断的去搅动它 随着温度的升高 材料中的淀粉受热糊化 开始边粘稠 最终最好的状态是呈膏状 这个过程需要快速搅拌 刮底刮边 防止煮糊掉 然后我们再像里边加入称号重量的黄油 余温会把黄油融化掉 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卡士达酱我们就制作完成了 然后我们取出 冻好的百鲜果的夹心 然后把卡士达酱装入表花袋 成螺旋的形状挤在我们的夹心上 然后再次放入冰箱冷冻 卡士达酱和百鲜果的部分 合二为一 共同构成一个夹层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焦糖酱部分的制作 大家看一下这是配方 在平底锅中倒入称号中央的水 然后加入砂糖 轻微晃动平底锅 电磁炉小火加热 这个时候糖收热和水融合在一起 随着我们不断的加热 温度持续升高 水蒸气蒸发掉 温度升高之后 糖开始变一点颜色 大家看到有焦黄色产生 继续持续加热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经常搅拌 防止有颜色不均的情况出现 当达到纵红色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向里面少量分次加入 称好重量的淡奶油 每加入一次完全搅匀 再加入下一次 防止焦糖遇到淡奶油瞬间结块 如果做的多的话 大家也可以把淡奶油煮开 然后让它和焦糖酱的温度接近 这时再加进去就不会产生结块的情况 当我们把淡奶油完全加入之后 再加入称好重量的黄油 同样电磁炉小火加热 黄油受热会融化在里面 持续加热把它煮开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拿到一旁晾凉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制作焦糖慕斯 焦糖慕斯需要用到焦糖酱和卡士达酱 我们把称好重量的卡士达酱 倒在操作盆中 并且用隔水加热的方式把它加热 在卡士达酱里面加入称好重量的焦糖酱 然后电磁炉隔水加热 用打蛋器 把焦糖酱和卡士达酱混合 搅拌在一起 大家看到 当颜色均一无颗粒的时候 这样我们的焦拌部分就完成了 把它拿到一旁 然后取出配方中称好重量的吉利丁片 隔水加热把吉利丁片融化掉 吉利丁片完全融化成液态之后 我们再取过焦糖卡士达酱的部分 向吉利丁里加入少许的焦糖卡士达酱 然后再次搅匀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吉利丁预冷孙间结块 使它和面糊有一个预拌的过程 然后再折回到我们的焦糖卡士达酱部分里 继续用打蛋器焦三搅匀 颜色均一无颗粒 把它放到一旁 再取出配方中称好重量的淡奶油 做慕斯 我们需要把淡奶油打发到七分发 像浓稠的酸奶状一样 大家看一下 这是打好之后的淡奶油 然后我们用打蛋器 把淡奶油和焦糖酱的部分混合 搅拌均匀 搅拌的时候经常挂地挂边 取过准备好的五英寸慕斯圈 也就是咱们今天要用到的模具 底部包上保鲜膜 并且把保鲜膜褶皱的地方 整理平整 OK 然后翻转过来 把它放入我们准备好的烤盘里 把我们做好的慕斯酱糊 挤入模具中 挤入三分之一满 然后取出冻好的 百香果和卡士达的夹心 放在里面去 然后再次挤入我们的焦糖慕斯面糊 挤到九分满 然后再加入我们之前准备好的 脆粒 完全进入在慕斯面糊里 使慕斯整体达到一个全满的状态 然后把它拿到一旁放入冰箱 冷冻 完全冻硬 备用 好 我们开始进行棕黑色巧克力里面的制作 首先取出称好重量的水 加入在操作盆里 然后向盆子里面加入称好重量的淡奶油 再加入称好重量的砂糖 称好重量的葡萄糖浆 加入之后我们开动电磁炉 用到中小火600瓦 持续加热 加热的过程中我们用刮刀经常的搅拌 搅拌的时候需要刮底刮边 防止底部烧糊 随着温度的增加 葡萄糖将会变软和其他的材料融合在一起 最终我们需要把它们煮开 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是煮开之后的状态 底部爆泡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关掉电磁炉 把它拿到一旁备用 取出一个凉杯 向里面加入我们称好重量的黑巧克力 然后把刚才煮开的部分 冲入到巧克力里 用刮刀进行搅拌 余纹会把巧克力融化掉 大家看一下搅拌之后的状态 里边会有很多絮状的结构 是巧克力融化掉 但是没有完全搅匀 所以说为了达到里面光亮的效果 我们最后的一个步骤 还需要用到均质机进行乳化 消泡 让巧克力都融化在里面 没有结块 然后我们向里面加入的是 冰水泡软的吉利丁片 加入吉利丁片的时候 里面的部分是整体保持温热的状态 加入吉利丁片之后 用刮刀持续搅拌 让吉利丁片完全融化在里面 大家看一下状态 好的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 均质的过程 首先把均质机接通电源 打开包线 然后倾斜置入在灵面里面 倾斜放入 开动开关 刚开始的时候需要低速搅拌 这里边用到的均质机是 无级变速的均质机 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要压得轻一点 速度慢一点 搅拌的过程中经常晃动均质机 大家看一下倾斜置入 然后低速搅拌 这个时候它的声音应该是 闷响 不会出现刺耳的响声 一点一点的加快速度 通过均质机高速的搅拌 可以把里面的气孔 搅拨合并成大气孔 大气孔会上浮在灵面上面 从而达到一个均质乳化消泡的过程 大家看一下 这是均质好之后的灵面 光亮均匀 细腻 大家再看一下 里面是没有颗粒的 能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一旁 降温降到25到30度的时候 我们再来使用它 慕斯相对的温度是在冷冻里面 零下18度 这个时候我们把动硬的慕斯 从冰箱中取出来 撕掉表面的保鲜膜 然后用火腔加热慕斯圈四周 加热的时候要均匀加热 这个过程是慕斯托姆的过程 把托姆的慕斯放在准备好的网盘上 在表面淋上我们制作完成的 深黑色闪亮淋面 然后用刮刀刮走多余的淋面部分 稍微静止一下 待淋面凝固在慕斯上之后 我们把慕斯从网盘上取下来 放到我们准备好的甜点托盘上 拿到一旁备用 取出我们准备好的黑巧克力 并且把它融化成液态 向里面加入没有融化的巧克力 用刮刀不停地搅拌 这样把它达到一个降温的效果 这是一个种子调温的过程 用没有融化的巧克力 来把整体降温降到29度到31度之间来使用 温度到了之后 我们把它装入表花袋 在玻璃纸上挤出圆点 用拇指滑出弧线 再把没有凝固的巧克力 放在我们准备好的法棍网盘上 自然凝固成型 接下来 等它完全凝固之后 我们把它从玻璃纸上取下来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巧克力的装饰件 像这样的装饰件 我们需要多做几个 按放在我们准备好的慕斯上 摆放的位置是慕斯的三七分割线的位置 同时侧边也需要摆上一些巧克力装饰件 摆放的时候 巧克力需要插入我们的蛋糕体内 这样的话它才够结实 然后在空白的地方 点缀上金箔纸 这样我们的一个蛋糕就要装饰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的成品图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 巧克力脆体在制作的时候 拌匀就可以不要一直搅拌 防止巧克力过早凝固 二 焦糖酱在制作的时候 需要注意焦糖的颜色把控 防止煮糊 三 焦糖酱中加入淡奶油 如果量少的话 可以少量分次加入 电磁炉持续加热 如果做的多的话 需要把淡奶油煮开 让它和焦糖酱的温度接近 然后再加入 四 制作卡士达酱时 回火的过程中 需要注意多加搅拌 防止煮糊 五 制作百香果夹心的过程中 需要注意煮的温度是在 70到82度之间 目的是给鸡蛋 有一个杀菌的过程 同时给白香果 有一个脱酸的处理 防止分解吉利丁 六 注意深黑色里面的制作过程 以及菌制机的使用方法 七 慕斯的温度是零下18度 里面的温度是18到25摄氏度 慕斯的温度是零下36度 里面的温度是30到35度来使用 八 黑巧克力做种子调温时 需要注意 没有融化的巧克力 要一点一点的加入 防止加的过多 最后 慕斯成品是冷藏 2到4度存放 保鲜期是3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